留下来的 放眼世界 把握环球机遇 接通各地港桥 建尼地正经 冯志正 好 欢迎回到建尼地正经 嘩 我的头很黑 我的臉都是一阴一阳 看来这次都是有什么暗示 是不是在暗示 我们本来本来想说中国问题 我的臉都焦了 似乎不是那么好 我给回一点点的阳光 相对的 有阴就有阳 我看你右边有一些曙光 在光射进来 就是我们看到曙光的 糟了 看到曙光 那什么时候曙光到呢 我们今天先说一下 一开始有一个消息我是看不明白 尤其是字眼我是解释不到的 我们看到高文对于中国未来的后市状况 就和我现在的说法一样 和我的样子一阴一阴 他就认为中国之后 接下来一个复苏是L型 L型就一横一直 我第一个首先问一个问题 英文题而已 我听过V型反弹 我听过U型反弹 什么叫L型反弹 没人听过 没人明白 我都很想理解这件事 他准确一点 他说中国的房地产 如果没有再大型的措施 他就会预计成为一个断年计 multi的断年计的一个低潮 这个他好听一点 就叫L型的recovery 我看完之后 我和你们看法一样 我真的没听过什么L型的recovery 就是不recovery 以后的文字语言技巧 是否可以这样说 你觉得我们这个 柔乱及自由次及都怎么样 现在我们有个L型的recovery 挺好 香港现在有个L型的复苏 没错 你很生意 很生意 还没破产 很生意 一人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说 挺好 还没死 对 但是L型的recovery 这个说法 其实令到人很担心 如果我们现在说L型的意思是什么 他是有没有一些值得recovery 还是他看到的问题 是有些fundamental出现了问题 就是那个 正常的 我们很多主持后面都会有些贸件 OK OK 是 其实反而令到我很关注 就是因为他是高盛出的 其实高盛算是好友来的 就是中国方面 你不要理他就是这样的分析也好 他什么都看得好也好 还是他有目的也好 他都叫是好友来的 一个是他一个是JP Morgan 都是好友来的 因为两边都在中国有生意 是的 没错 同一时间这份Golman Sachs 一个报道出来 折制 其实Bloomberg同时间 铺路 就是说中国未来会出大型的刺激方案 所谓大型的刺激方案 理论上我们上个星期 上集就讲了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就是说 好了 现在同一个客观事实 我们怎么去报道它 那客观事实呢 就是经济很大挑战和压力 说得挺好 那这个角度 一方面就是 哇 现在很不行 通缩的危机 房地产的危机 外资走的危机 但是他们怎么包装呢 就是说 那未来会出大型的刺激方案 所以我们就有曙光 有希望 然后就是大行大合奏 上次也这么说 但是出完那份报告之后 其实是没有反应的 市场没有反应的 但是我们那一集节目完了之后 港股不断上升的 可能有些网友已经说 哎 你说错了 那现在三天就变回了 就是跌回了 但是这部分不说了 先说回就是 理论上应该整班大行 是一起吹奏的 是吧 就是因为大棒福利 你升了大家都有好处的 你都多了生意的 就是它是有利益在那里 市旺的大行一定是有利益的 是说同一时间 国务院是说有刺激方案 接着香港有个什么双跪台制 支持大家股市暢旺的时候 你没理由做这样的事情 那会不会 其实我们就不会用政治学的阴谋去说的 这个不是政治阴谋 也不需要 还是其实大家真的试了半年 中国和香港开关都开了半年 都应该搞不定了 是时候深淡呢 我觉得是脱离的 就是这些大行脱离的 第一就是说 你都要负责的 你之前那些唱好 那你的市声 那当然是碰了 你早收三天封 你大行 是不是 那现在就是看到 好像没什么了道 那个没什么了道是市况没什么了道 还有刺激方案都没什么了道 那本来就遇上个星期五 就是国务院的常务委员会开会 就是会公布这些方案的 因为吹了风的了 就是Bumberg又吹 Financial Times又吹 就是接着有方案 就算公民权 他都留了一条伏线的 就是说 一定要等你的刺激方案 那他又不是不做的 就譬如之前减了存款利率 接着又减了贷款利率 一大堆的字母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就是ML LPR 你现在很熟 是 说来说 其实来来来来 货币政策 都是减息和派钱的 是啊 我记得派钱暂时未有的 我记得派钱未有 是的 是的 我觉得第一件事 大行就是 看见政策还未出 市场又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我再唱好的话 那我就糟糕了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些大行都要 说回事实 就是你都要背费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给压力 给压力就是你要出招了 我们看了这么久 凡是到时到后 这些大行就是要大合奏的 很明显是有风 尤其是你在一个政策史里面 你当然收到风 喂 我们接下来出大招 你呢 其实都是吹风 那些你都知道 媒体是这样的 香港政策也是这样的 刚刚在外面的食饭会 吃完饭的时候 不如大家帮帮口说两句 下个星期有东西做了 是的 譬如我们在考虑减辣 不知道看市场有什么反应 吹风会 这些都是很合理 很明显上面有风 就是我们会做事的了 你搞个事 你也有好处 没有啊 没招出 那可能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真的要施压 你快点出招了 你只说没用 你只说没用 你只是吹吹吹不起 你起码给我一些实质的东西 我只是吹到说 你将来会出招了 出什么招 你将来会出的了 出什么招 你将来会出的了 大拙啊 很厉害啊 是的 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施压 我觉得有第三个 这个大家要担心 可能这就有少少阴谋论了 因为我另外再有一幅图给你 你看到最近发生一件很害怕的事情 就是大行纷纷调低中国的GDP预测 是的 是的 这个会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知道大行那些计 譬如你听大米 很多米的经济 我们之前和罗家聪博士也有研究过 其实预测这件事有什么用呢 在经济学上可能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通常预测都是错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对于大行来说 有个作用正 因为这些 其实是牵涉他计算 投资多少个模特 譬如我投资多少钱 去投资这个地方 你要根据一个模特 这些你也很熟 然后那个基础 可能我们有些计算 其实有些就是 Dependent variable 例如你投资多少钱 有些是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你基本上是 假设了那粒数是真 然后计算上去 其实大行内的GDP预期 应该就是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我假设它之后那个数息 是由本身4点多的 变到5点多 或者5点多变到4点多 那就是简单来说 一按的话 就不只是它大行出问题 其实是整条数 所有的package 都要重新计算过一次 没错 我是有些担心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先兆 就是他们真的认真地 再减少投资 嗯 再减少投资 所以这几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想 究竟是哪一样 或者是哪几个原因 为什么Golman Sachs 会出一个这样的 潑冷水报告 如果你要减少投资的话 其实我们在说 那些中国一直的好友 包括Golman Sachs JP Morgan 那根本上全部都减少 甚至乎 其实美国银行 其实对于中国 挺不错的 我总是觉得 他对于中国的理解 做生意 是啊 那你那些 其实对于中国的经济预期 都是有一个大的 我觉得都挺大的调整 可以说是 现在这帮好友 大家都在减少少 但是我觉得 不如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 他有两招大招要出 嗯 但是那两招大招 我觉得第一招 先不要说 后面那些未做的事情 第一招我觉得非常有趣 第一招就是 西升东降 就是西边的利息竟然升 中国的利息竟然降 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其实你想想 你不单止是刺激中国 自己内部消费 或者内部的投资 你直接比较 全世界就是说 这里借贷利息 或者我们拿到的东西 是最便宜的 那这个刺激的幅度 是很大的 你不单止是说 我们的利息开始减少 是比较在西方世界的利息都在减少 那这个 为什么出来了 出来了多久呢 有没有成效呢 一个星期左右 成效都很明显的 哈哈哈哈 跌的成效都很明显的 其实 你说的是减全态 减少 我们先从基本经济学上 就是说减少 就是减少 就是减少就引你去买 即是促销 你借多些钱 那 为什么成效会这样呢 我觉得第一 就是太迟了 其实这个通缩的忧虑 我说是忧虑 因为官方说 什么?CPI0.1都没有通缩 那OK 都没什么所谓的 这个忧虑其实是 去年再之前已经有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当 开始一复偿 你说复偿都贪了大半年 所谓复偿或者叫做 转做 是不是动态清零 还是怎么样 我都不记得 现在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说法 我想不知道 开关 开关伏偿 差不多大半年 你看到世界各地 就是一开关 那些东西就贵了 因为那些东西是报复式消费 那它就趋于这个 还有demand来到 供应该跟不上 有部分原因 没错 你看到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那中国其实都是想 或者大行都是这样铺 中国是这样的 但是一开 其实头一两个月 你看到CPI全部都不上去 PPI都不上去 你就看到物价都不上去 那时候 已经要担心 通缩忧虑了 或者再说得直接些 就是 那些钱去哪里 因为你记住任何人 是我们中国控制物价 控制得好 你看全世界都有通胀的问题 是不是 搞到民不聊生 你看中国有没有通胀 我用一个比喻 因为这个台是比较文雅 我就不能用我自己的说法 就是通常你吃多少 你就会去多少 但是你没有变变的 而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你吃很多 但是你没有变变的 哈哈哈哈 你养猫的朋友很担心 那是不是消化出现了问题呢 那时候那个问题就是需求不足了 就是那些人不借钱 那些人不去投资 或者不够消费 那时候其实你真的要开始减的了 因为你要谷起 那好了 你拖到现在才在减息 就是泥牛入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养食 拖了那么久 一年多之前 可能都是我们这些 都是那些旁边的客人在说通熟的 现在全部都在说 这个就是问回你 不是啊 我问回内地的朋友没有人说通熟 这个我真的 是呀 他们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什么叫通熟 如果你比较 加上这个 城市物价 加上这个物业价格 他就可能会觉得通熟 但是你说纯粹说生活指数价格 食物价格 是没有这个通熟预期的 中国政府和这都 这个是我最近认识的内地朋友 他都挺觉得这件事是有趣的 OK 因为没有呢 他不说assets 他就是说平时消费 就是我们CBI其中最基础的那一只 哦 那你说平时消费 他是真的没有 他是真的没有 那你食物 食物 什么猪肉啊 菜都可能还要加价 因为呢 譬如我在百度搜寻通熟 你是搜寻到东西出来的 我是搜寻到一篇 那些多有质素 说为什么通熟是恐怖的通胀 是的 所以我就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有个通熟的预期 这个是恐怖的 通熟的预期是恐怖的 是的 通熟预期恐怖就是说 你觉得他会来的话 你是不用钱的 如果我们有印象 就是当时沙士之后 一元鸡的时候最恐怖 就是你预期的东西越来越便宜 你就不用钱了 这个是恐怖的 就是你在香港股市 你预计它跌 你没理由入股 然后你预计现在香港楼市 你预计它快跌 你为什么买楼呢 这个是通熟 但是通熟的问题 刚才你说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内地生活的朋友 他未必有这样的理解 因为他的理解问题 在于我看平时的消费物价 那个通熟预期是不强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通熟 就是在物业投资的价格上 还有其他的稳定的货币 车价等等 你说我们天然气 油和食物 其实中国是控制得很好 这一段时间 对 不过这些才是危险的 就是你平时不觉得痛 不过你开始买楼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你其他东西了 就是这个是危险位 而且那些东西不能够帮你经济增长 因为你现在要跌到5% 6%的经济增长 是的 那你中国经济 你不是靠那些人买菜 买菜 这样的 你是要收桥保路 基建 投资 建楼 所以为什么减息之后 至少市场 或者我们看人仔 看股市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第一 这个问题太久了 譬如你病 你病到已经是病到 病到去到 你发烧 发了一个月了 你吃一粒 就没用了 对不对 你刚刚开始 那个人重重 你吃一粒就用了 你去到这样 你减十点子 就是把鬼 第二 就是你出现了通缩预期 这个也是通缩预期 比你减息的力量大很多 第三 就是当然还有种种原因 比如说你的负债的问题 你的外资抽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它减息之后 就没什么反应 那些钱还害怕 还流走 就是这样 好了 不如我们一会听一听广告 我们广告之后 再问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第一个套件 好像不太行 因为我们这个 新升东降 不是太行 第二个套件 可能真的有些抵制套件 究竟刺激方案是什么 不如我们继续广告 希望学为香港下一代提供既承传香港核心价值 又兼具国际视野的教育 透过出版共学 令香港孩子成为据批判独立思考的世界公民 Ginni地球频道已突破30万订阅 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外 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 集中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力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社福活动、任何慈善活动 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好 广告回来继续坚尼地政计 哇 糟了 我要遷就一下阳光 我的臉越来越焦了 听完你讲完那个 加息减息问题 哇 真是好像又说到有阳光有曙光 我怕不到 来着了 总有的 总有的 我曙光只剩了一点点 但是曙光不要紧的 有些都及时止渴的措施 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都说到 喂 减息 减了啦 你觉得太慢不够 不要紧 哇 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 就是这两地政府 都真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套件 人民币双桂台制度 谈了很久 是啊 喂 你想一下 政府都说 喂 我们就是为国家出心出力 而且香港作为这个金融中心 最强大的后盾就是祖国 祖国最强大 最需要的都是我们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那真的谈了很多套件 有些是挺有用的 我记得是举个例子 那些什么 在香港的资产管理服务 就是大家不用去美国资产服务的 你去香港资产管理就行了 那最近就有个人民币双桂台 就是港币人民币在香港 那都谈了很久了 那现在已经出台了 那让我看看 那现在这个人民币双桂台出来之后 对于我们港股的理解就是 咦 涅干见影 涅干见影 那天呢 6月19日 我怀疑我最近看得太多这些中国APP 是不是红色代表升的 不同的 中国是红色是升 香港是红色是跌的 哦 其实都很体现到这个国策 就是别人觉得升的就觉得跌 别人觉得跌的就跌 哎呀我看到 为什么这么 哎呀 哎呀 又说双桂台好政策 喂你们 你们这些不对啊 你们这些香港的经济人 是吧 国家有政策出 你可不可以托回去先呢 你现在人家出政策 哦 托就当然是政策出之前托的嘛 你明白吗 很成功啊 我看着它不停夾夾夾上去 他还要偷步哦 就是在6月19日之前 美国 出现过一两次就是什么呢 我给你留意多些 就是香港自己升几百点 比美股早 甚至连美股都不升 港股自己升 我说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 你现在要开个派对 你当然要做得漂亮的 是吧 就是你搞个场 你想多些人来的 那你自己都要掏钱去搞旺个场 我请哪个明星 就请这个明星 股市也是的 是不是 哇 托到去 不要说托到去 刺激到去2万点 哇 三天 三天跌800点 就是 就是有没有走得这么快 就是 今晚Jacky Phone开派对 OK 8点 6时公后 8时正式开始 哇 请了所有的明星来 我到一定到 Jacky Phone你出声 我今晚一定来 哎 实捧你长 喂 七点钟而已 已经走了大半了 有没有搞错 不是 那你应该这么说 他五点 六时公后 他五点的时候 已经有个P-drink 不过P-drink 就不知道为什么喝得饱了 接着七点钟就已经开始烤了 但是一个大问题 是 就是我第一个问题 就是人民币双跪 就是可不可以多说多 双跪跪 就是他说多一点 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量一个跪跪呢 非常之简单 非常之用一个比喻很简单 你有时候 譬如那些 那些什么星光旱 你有时候经过 有些店铺 去买一些纪念品 或者譬如买 买玉 买酸脂 买古董 或者你到深圳边境 有些这样的店铺 买一些古玉 那些店铺 没什么人看的 你发觉 没什么人看的 好了 譬如有些店铺 有一家这样的店铺 它就觉得 譬如它是在香港的 香港就需要收港币 有港币的价格在那裡 就是某些生意不是那么好 我就提供多一个方法 就让些人拿着人民币去买 好了 我就标多个价 这个古玉 除了可以买港币18万之外 也都可以用人民币 币价168888 就买 就正式开始生效 所以一件产品 两个价格给你买 就是这样 那么重点就是 你会不会因为 可以有人用人仔买 而去你的店铺呢 你现在就是这个 不是啊 这个你这样说就不对 因为如果我们纯粹用这个水渠 和一个泳池的说法 以前我只得这个 香港港币这个水渠进来 那现在有人民币这个水渠进来 应该是好一点的 你不应该说 我们只是港股 或者有一部分腾讯 你这都这么大 哪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按道理去看 你原本只有港币币进来 现在人民币币都进来 那你怎么看都应该是爆升 你没理由 对不对 很简单 8点量下跌的 很简单 那些人民币 要不就是本身是香港人民币 或者外资人民币 外资人民币很明显 就是你的target 就是那些 之前跟你搞什么本币 人民币国际化 去美元化 那些盟友 那些水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像中东 好像大时代 我们有些中东资金 是的 或者是俄罗斯 或者是白罗斯 或者是阿根廷 巴西 第一你target 第二 就是本身在香港的人民币 放在那里 OK 问题就是这样 其实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本身那些人民币 它可不可以投资港股呢 它要投资是有方法的 是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投资港股 譬如说我是一个俄罗斯商人 我不觉得买了很多人民币 在手 我以前其实是很坏的 我赚100元人民币 我都会拿去换完港元 然后之后上两个星期那一集 你就跟我们说 换完人民币 你搞到人民币下跌 好了 我们现在 sorry 我不搞人民币下跌 我将这100元买回港股 那就是一样 其实我也合理 我换港币和换港股 为什么我作为俄罗斯商人是不能做的呢 没错了 他不是不能做的 重点就是 为什么他要买港股呢 就是 美金 港股有好的投资portfolio 但是说真的 美金是真的差的 不是啊 如果港股有好的portfolio 他早就买了 他不用等 他不用等你双跪仔的 如果他觉得你港股好 他拿着人民币的 他也有渠道去买的嘛 嗯 是的 如果没有渠道那些 就有一些很零碎 很 暂时 一些很 你当是散到不散的投资者 那结果呢 第一天 出来人民币那方面的成交 就一亿百左右了 人民币 嗯 都不是说 都不无小保的 都帮到港股成交 暂时就 但是 但是 你这样说 你这样说 那我觉得就不是很坏的 就是你 对的 如果我们一开始 本身就是 我们有这个选择 他可以买港股 那他就不用 就是他换完港币 他也换了 入了港股 是不是呢 就是类似这样的 就是有时候你去完旅行之后呢 你临走的时候去机场呢 你就做了一些散指的 哎 好吧 去便利店买多一瓶 买多一瓶飲 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啊 就是 就是反正都换了港币了 反正换了美金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投资的 你都投资下去了 就是其实 还没做这个双鬼制之前 其实本身都应该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如果做完之后 好啦 我当 哎 算了 原来我们的俄罗斯商人 都是坏人来的 就是换完港币之后呢 都是喜欢去做定期 我补充多一件事 譬如我们就是说少说 就是说俄罗斯中东那些 他们为什么要换回美金 是因为他们需要买美金去做其他东西 就是他都还要用美金 譬如他可能在市场那里 买其他产品 譬如 譬如假设他是买 买无人机这样的 就算你 我可以给你买港股 我现在就是要买无人机 我理得你 可不可以给你买港股 就是那些钱是不会因为你提供一个人民币 他去买的嘛 好啦 本身在香港的钱 他要买一早就买了 现在 我们说得很硬 我们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买港股 你给不到答案的人的话 就算你不要说双季制 你七季制都没用的 你开18个 currency 给那些人买都没用的 那些人 你要答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买港股 那当然 我们的港股好 漂亮 对了 升就好 很简单 升就好 所以他就整理它升 是的 那升 但是又这么说了 经历过这么多次 大家不是第一天出来知道港股这个东西的嘛 是不是 不是的 以前港股不是这样的 以前港股不是这样的 经历过一两年的股市 大家现在试试的资讯流通的年代 你按一下Google 按一下股价 当全世界都升的时候 你就跌 全世界跌的时候 可能你算是升的 不过你跌了两三成 才弹回六七成 就是你跌了半几两万点 你升回六七七点 大哥 人家继续这么升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比其他市场弱 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从一个投资角度 今年升得最弱 日本股市 台湾股市 印度股市 NASDAB不在华下 OK 那么多东西选 为什么可以选你这个东西呢 所以种种原因之下 就是 你都答不了问题 为什么要买港股 是不是 又可以买 其实现在政府那个 那个商櫃台制 都是只有一个答案 我可以给你买 是的 是的 没错 是的 距离你只有这一招 算了 我当 刚才那些什么商櫃台 就是我当生不乎的事 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 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 你是不排除突然之间有什么事 突然间 湧入一大批人民币去买起的股市 这是有可能的 是的 当某些位置的时候 例如港股突然升很多 又或者突然间 在人民币其他资产 跌很多需要避险的时候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来的 好 我当现在这一招是用来备用的 其实可能政府走出来说 你误会了 这个不是救市措施 是的 这个是我隐藏大招 他以时日就总会用的 那另一招隐藏大招 都要说完 有一招隐藏大招 一直都在说的 就是政府国务院有一个 刺激方案 几年前 其实是很多年前 温家宝年代就出3万亿 4万 4万亿扔出去 那就解决了所有东西 正期间我记得也扔了一个很大的钱 虽然我忘了他扔了多少 哇 真的算不了 因为他出了一大堆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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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就是说 这个是传的 又是外媒传出来的 就是说会扔1万亿 其实我是很质疑的 就是很质疑 这个就是应该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吹风 就是吹风策略 就是未来会出招 接着你们先唱好它 市市的风声 就是市市市市的反应 1万亿 你记得上次 蕭先生和你做节目的时候 大约成头债多少钱 你不要问 不要问 那些还款 判断了它就算了 那些在说 就是统统合一合 所有的债务 城头债好 地方债好 内房债好 是断10万亿 这样算的 你扔1万亿出来 是不是 就是突然间 我问你 Jerky 我最近不太行 我借了财子 搞不定 你可以帮帮手 是不是你借了多少 我差3、4、8万 那我给你五百元 你先顶住 不会的 那些套件都说 那你300万 我先夹着一皮 一皮 之后再避 但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在说 溫家宝年代沙士的时候 都在说 3万 4万亿的套件 人民币 然后我们现在人民币 还要 现在我们有通胀 加加万 我们现在 on and off 都是1万多亿 1万多亿 很弱 你提回溫爺爺的时候 那个是海啸之后 接着 他那4万亿 就有个 出现 为什么现在 大家不敢这样做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产能过成 因为你 在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情况之下 那些东西就很没效率 就是说 比如我拿到钱的那些公司 不是最优秀 最有效率的公司 那他就变成什么 就有全民大炼钢 变成了 那产能过成 所以 我们英明的伟大习主席 先要搞一带一路 就是把那些产能 都射出去 人啊 钢材啊 什么东西射出去 所以他不敢 而且又变成一个 房地产的资产的炒作 所以很英明的 习主席就说 不要炒 不要炒 防煮不炒 防煮不炒 但是他估不到 防煮不炒 是比炒房更大 哈哈哈哈 他估不到整个经济 都是建基于炒房子之上 这个大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 你出大招 又不是 你再出几十万亿 你因为他计不了 你要扔多少钱出来 最怕什么呢 我扔了十万八万亿出来 就是好像突然间 我突然间和翠主席 翠主席 我真的好不行 你拍照好不行 大家认识了几十年 兄弟 帮帮我 好了 我帮你 我直接变了家当 我有三架名车 四架名标 全部都当了 接着 出到来 一百万 谁知道原来我只是三百万 结果你变了家当 都帮不到 那就中伤了 现在他又不敢出很多的数 假设扔四万亿 没用 拘不住他 人民币继续跌 股市继续 楼价继续不升 那怎么办 那就糟了 你现在人民币息口 你不可以再减 你再减就通天了 你再减 那大家就知道你的经济很疲弱 其实为什么会有个通缩预期 就是你出了很多招 大家都觉得你不合适 其实是个小小 都 现在有这个说法就是 你不如一减减一百 就是减一百万 一减减一来 哈哈哈哈 扫手 一减减一来 真的能否刺激到情况 这些位置就是胆胆的 一减减一来 如果他都不动的话 你真是死给他看 难道下次多减一来 那我就快要理了 是的 是的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财政政策 就是我们说回那个刺激方案 就是 所以上星期五又谈不上 那现在就期待 就是 7月就应该再开大会 那时候会不会落实一些政策 我认为呢 他会用一种类似弱石乱头 但是全部都不 他不会一条很大的数 我觉得 譬如我电动车 我又补贴一下 这个我也补贴一下 金融我也补贴一下 这个 就是资产管理我也补贴一下 因为那时候是国务院一个经济小组的会议 是 他不是去到一个国家级的会议 通常拿一个制裁包裹出来的时候 你要问哪一个拿出来比较威 以前就说国务院总理拿出来很威 现在好像可能想威一个不是国务院总理 因为你知道谁拿出来就叫什么招 就是李克强几十招 十几招 是啊 要揹票 是啊 那你这次可能要稳定那个人 可能去到最后 那我们真的出了 可能劲都劲 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效果 那就是叠三十招 觉得他都是中间一点的 就是李强三十招 所以都是等一等 其实等个人的头 我就有建议的 就是我们这不只是批评的 我觉得呢 譬如一万亿是有作用的 不要搞什么内房和基建的 全部扔到股市那里 哈哈 买到三万点 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哈哈 因为大家就开始有个投资预期了 啊 都会有 是啊 但是都没用啊 你其实说真的 这个是什么十万亿 十万package 不是没试过出的 是一万 万亿package 你之前已经试过几招了 我们做过芯片 我们做过很多其他的高科技 创新科技研发的嘛 那你是不是看看 现在那些芯片公司 做着什么 哈哈 那你 pick the winner 其实都是上五年 最 都叫做有些成果的东西 你看到所显著的 是啊 首先我们说了这么久 其实你看到就是 没什么办法的 所以为什么突然之间 又要把重点 写回到外交那里 是不是 以前国际 上年 刚刚拜登上场的时候 喂 伟大主席要见你 这个Antony Blinken 有什么搞错啊 是不是 现在又见他 又见Bill Gates 跟着又说Elon Musk又来 就是 Apple又来 是啊 是啊 又要说回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跟外资 其实 我们继续有外资进来的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都很好的 就是要用这样的 要不然就是 止不了血了 那会不会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这一班的外资 大外资 都可以说 闻到血味 就说 喂 我会不会分分分 就是 Elon Musk又来 我都叫做一间 Tesla厂 是不是 你就补贴电动车 那我又不介意 你拿一半钱去买未来 那你一半买回Tesla 也好 是吧 另外就是 起码Apple会跟他说 喂 你出Stimulus Package 最好给Cash 给够一万元 我就出一部新iPhone 这些就是了 所以你就见到外资 你见到外资调低的GDP增长 纷纷调整 这个是一个警号 警号就是说 他见不到你出招 一旦见不到 一旦你快点出 麻烦 不然我就迫着就走了 因为 我当我调低的GDP增长 就是说 好像你所说 整个Model里面 他所有东西都会退下 那我把钱都要退下 你看到 他都说 有队型的 全部外资 不是一间半间 还有你见到龙头 龙头高盛说 L-shaped recovery 你不是说这个字 你见到这样的情况 你是要做事的 你要是真的要出招 或者你是要 不知道你做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可以做 但我其中一个方案就是 你整个钱扔到股市里面 不过我们这样说也不对 我们应该在节目的尾声 都要向着美好的一面说 L-shaped recovery 都是recovery 不是 你不如这么说 你怎么看L字 你把L字 令过些 L是可以打滑向上的 你明白 剃了它 写得不好 是的 L型 可以打滑 突然一下 这个都是L型 你有没有听过L-shaped recovery 在广东的意思是什么 是 L弹 是的 因为我们都想了很久 今天怎么可以写我们的标题 譬如说 L-shaped recovery 我们没理由写英文 当然写中文 你没理由写L型反弹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意味 所以我觉得有些网友做得好的 他写着就是复苏条L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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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这个都 这个 这个其实是高文职 他本身可能是香港人寫出来 了 Ale-shaped recovery 就逞你寫这一句出来 哦 就是他翻译的问题来的 其实他只是问一个问题 是吗 是 或者是chack GPT出现了一个问题 可能是就是他自己口里说的 那篇稿是 然後用Track去寫 真是不對 看少了我們 我們當然不會了 我們會彈上去的 很好 股市一片暢黃 暢黃的 暢黃的 還有敏感日子已經臨近 對上幾年敏感日子前後 市場都應該是那個局的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局完了 就真的不知道 還有我根據剛才你的商櫃台制 那個局很快是局完的 接下來就要局一下 應該接下來再局 這個局就會傳這個真的有招出 開會 談些什麼經濟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 今天就拭目以待 明天回到來 不是明天回到來 是不是明天回到來 是的 明天回到來 談你們繼續